為什麼司法單位可以這樣子對待韓國瑜跟周恩來 你有遵守程序正義嗎 你有民主協商嗎 所以你等同是沒收了立法單位的辯解群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有話直說的主講人張有話 台灣憲政法庭7月10號要開所謂暫時此份辯論庭 在開庭前夕 台灣的司法單位跟立法單位這兩者之間 應該要有罕見來往 這個罕見來往就是告訴你 什麼時候開庭 你開庭他討論的事項如何如何 結果呢 7月6號了 司法單位 一封公文罕見都沒有 就是說讓立法單位必須要看報紙 他才知道 顯然司法單位在清界就是清界立法單位 所以我們可以說這一場所謂的辯論庭最多是過場 國民黨跟民眾黨不必期待 你從態度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司法單位的預算是控制在立法單位的手上 他連你在這一方面的事務 你推派辯論人的事務上面 他都不給你任何訊息 你就可以知道他很輕視你吧 他很蔑視你吧 所以韓國瑜就非常生氣 那韓國瑜的生氣就是說 我跟你這個單位是平行單位相互尊重 那現在你在開這個辯論庭的過程當中 你不給我任何的智慧 那顯然你是什麼意思 那其次韓國瑜好不容易7月5號進行朝野協商 國民黨派兩人民眾黨派一人民進黨不派 但是它四個機構你可以派13個人 就是13比3這種辯論方式 然後就時間上面你來講的話 比你立法機構的人還要多 這個你就可以看得出來的 你很多人叫我們相信司法 說還沒有做裁決之前 你們不要去批評他了 什麼司法的公正性如何 台灣哪有所謂的司法公正性 台灣哪有所謂的司法公正性 司法還不是看當局的臉色 過去司法是國民黨開的 現在是民進黨開的 半然不半立 我們就可以這麼說 一般來講我們不是看清司法單位 你就按照程序來可不可以 他現在他連程序他都不要了 應該兩個單位彼此相互尊重 他連這個尊重他都不要了 那你說第一個他不按照程序 第二個就比例分配上面 他明顯的傾向 你那一個單位你就給我等著 就是有前判生 有無前判死 這種態度已經出來了 這叫傲慢 那第三個 原先的公魂來往 你必須要去拜會韓國瑜 或者是問來 我講解一下 我們當天開庭的程序如何 他你講的我不講 連司法的秘書長他都不管 連一份公文都沒有 就是耍那個老大嘛 當你耍了這種老大的時候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讓韓國瑜難堪嘛 第四個你是純心護航嘛 當你有護航之心的時候 那你說一旦你判決下來 大家會相信你嗎 那第五個 你至少許忠利也好 韓國瑜也好 你們至少兩個之間通一個電話 對於這種事情類似事情的處理 我們會按照什麼樣程序走 你只要一通電話可以解決 但是他就是傲慢 不知會 正如同情們二一事事件一樣嘛 就是傲慢嘛 第一個啊 我已經交給司法了 第二個司法什麼時候 那個爭解起訴 那是他的事不關我的事 那你第三個應該要我要做的 那我已經做了 你還有我怎麼樣 現在民進黨就用二一事事件的態度 來伺候韓國瑜 難怪這萬來他會震怒嘛 因為這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嘛 現在民進黨為了一個視線 那個權力的傲慢通通出來了嘛 就是非過不可嘛 當你非過不可 你要付出政治代價嘛 你不要認為說 你不付出政治代價 我就可以碾壓在野黨嘛 當你這個政治代價 你正要碾壓在野黨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 藍白反而會聯手更加猛烈的對付在清德 就是說雙方無好話的情況之下 你認為台灣的朝野能夠和諧嗎 當你去清建韓國瑜的時候 當你看不起周萬來的時候 你所付出的政治代價那是什麼 所以我們都講 一個不守程序正義的政府 好 這種政府真的是不要也罷 因為這個程序 不是韓國瑜定的 也不是周萬來定的 而是說 是按照政府的法律規章辦事 你連政府的法律規章 你都不要的話 你用這種方式踐踏立法單位 請問對你又有什麼好處 難怪韓國瑜會生氣 周萬來他會動怒嘛 因為那你不尊重我嘛 韓國瑜只是不講話而已嘛 那周萬來現在動怒了嘛 他把整個事實經過通通講了出來 我們從這點大家就可以知道 民進黨政府的惡辭 非但不守程序正義 況且連程序兩個字他都不要 賴清德不是講嗎 你要守程序正義啊 你向法案啊 你要守程序正義啊 民主協商啊 可是為什麼司法單位 可以這樣子對待韓國瑜跟 周萬來 你有遵守程序正義嗎 你有民主協商嗎 所以你等同是沒收了 立法單位的辯解權嘛 防禦權嘛 從這個角度我們來看 藍白不必對所謂的暫時處分 對於五項法案的視線 有任何的期待 有任何的期待 就是一個字 賺到筆 也有任何的期待 所有的人都會選擇 快點 如果把他在設計 還點到 過程序正義 說得需要 感谢观看